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近日美帝国务卿布林肯第四次对中东进行访问 并于1月9日第五次到达以色列 与内塔尼亚湖总理 卡斯外长 加兰特防长举行会谈 重点讨论加沙战后的管理事项 以及防止中东武装冲突扩大 会谈过后 记者会上布林肯宣布 与以色列达成的协议如下 以色列将允许联合国代表团到北加沙对战争做出评估 并允许逃亡的北加沙居民安全返回家园 布林肯明确表示 美国拒绝在加沙地带以外 安置加沙居民的任何主张 加强改善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措施 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为贫民带来的伤害 布林肯继续强调 以色列政府极右成员 将加沙居民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极为不妥 内塔尼亚湖同时表示 这种言论并不是以色列政府的主张和政策 布林肯提醒以色列内阁 如果希望获得阿拉伯国家的帮助 并推动中东稳定 则必须走向两国方案 以色列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和选择 才能为中东带来和平 同时 布林肯严厉谴责约旦和西汉的以色列定居者 对巴勒斯坦居民实施暴力 布林肯明确指出 以色列的极端主义者在越南河西岸 扩建定居点 拆除巴勒斯坦人的设施和建筑 驱逐巴勒斯坦居民等等 所有这些暴力倾向的行为 都使以色列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变得更加困难 以色列政府面对布林肯代表美国政府提出的严厉批评 重申只有以色列政府可以依法对巴勒斯坦极端分子使用暴力 任何以色列公民不得私自对巴勒斯坦人使用暴力 布林肯在记者会上做出严厉指责 是在表达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政府纵容以色列极端主义 地应居者对约旦和西岸巴勒斯坦人采取暴力行为的极大的不满 从布林肯的态度可以看出 美国政府并不支持内塔尼亚湖原来决定要在战后军管加杀的主张 在美帝的压力下 内塔尼亚湖内阁接受了美国的立场 的确内塔尼亚湖原来的决定 在战后暂时军管加杀 是有侵略巴勒斯坦之险的 因为以联合国的相关法理衡量 加杀毕竟是巴勒斯坦一部分 归巴勒斯坦政府管辖 虽然依靠恐怖营生而获得巴勒斯坦管理权的阿巴斯政府并不称职 地球人都看得清楚 巴勒斯坦阿巴斯政府对自己境内的几个恐怖流氓组织 无端袭击以色列平民 屠杀犹太民族毫无办法 甚至还涉嫌暗中支持 本来也是卸职和失职了 你们还有什么资格管理加杀呢 这也就是内塔尼亚湖之前决定 在战后必须军管加杀的充分理由 现在看联合国法律和美帝的面子 先让巴勒斯坦阿巴斯政府一马 就把加杀交给你们 所以还请阿巴斯巴粉以及哈粉看清楚这个法理逻辑顺序 内塔尼亚湖内阁原来决定要军管加杀 并不是没有理由 内塔尼亚湖现在同意 战后把加杀交给阿巴斯政府 是以色列在遵从联合国及人类的文明法则 而并不是阿巴斯政府一定有能力管理加杀 如果后面阿巴斯政府继续纵容巴勒斯坦境内 有恐怖流氓组织 总是叫嚣着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 并随意屠杀犹太族人民 那以色列在灭你们 看哪个还有逼脸站出来假装说人话 礼就是这么个礼 既简单又明白 布林肯心中清清楚楚 他第四次到达中东 就是想给中东的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 讲明这个简单道理 1月10 布林肯前往了已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安 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会晤 与阿巴斯讨论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自我改革和改善治理的责任 直白的说 美帝和以色列都希望88岁的阿巴斯 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进行彻底的改革 不能在纵容机构内部的极端主义势力 继续对巴勒斯坦的儿童 强行灌输仇恨教育 为在战后治理袈裟做准备 礼就是这么个礼 既简单又明白 布林肯心中也清清楚楚 所以布林肯代表美帝 对以色列消灭哈密组织 并无不同意见 而且坚定的支持到底 布林肯在特拉维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 美国希望战争尽快结束 但至关重要的是 以色列必须实现其非常合法的目标 确保10月7日的大屠杀和恐怖灾难永远不会再次发生 同时重要的是 要记住 每个人都可以做出选择 包括哈马斯 哈马斯本可以在10月8日结束这场战争 只要不躲在平民背后 放下武器投降并释放人质 如果哈马斯没有发动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 那么今天加上的苦难就不会发生 如果哈马斯做出这些决定 这一切可能明天就会结束 布林肯讲的好啊 美帝人民 美帝政府和布林肯心理都清清楚楚 要确保10月7日的屠杀永远不会再发生 那就必须彻底的剿灭哈币恐怖流氓集团 如果没有包括联合国及其道德表之类的机构和人员 长期对哈币组织明理案例 在经济、军事、物资、舆论和道义方面的全方位的支持帮助 就没有哈币恐怖流氓势力存在的条件 因此 以色列对哈币恐怖流氓组织挖穿割流式的彻底清除 才是一劳永逸的正确选择 本次哈以战争 以色列剿灭哈币恐怖流氓武装集团 并借识消灭迦德、人阵和民阵等 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和极端武装 是为巴勒斯坦建国在铺平道路 也是为中东人民向往的和平在铲除障碍 所以还请那些不学无数自以为正义在握 自以为啥都懂的巴拉子、巴菲尔和哈菲尔搞清楚 布林肯访问中东期间 约旦国王埃及总统和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 于1月10日在约旦南的亚喀巴举行三方首脑会议 讨论哈以冲突及中东和平等相关事项 三国领导人反对以色列驱逐约旦和西安和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计划 警告并强调以色列应该允许加沙人民重返家园 三国领导人表示将继续与阿拉伯国家共同努力 为巴勒斯坦问题找到一个政治前景 在两国方案的基础上实现公正和全面的和平 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全部合法的权利 经过布林肯的不懈努力和几个中东国家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对于战后加沙的管理和重建等事项 以色列内阁和内塔尼亚胡总理的态度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内塔尼亚胡于1月10日发表声明 以色列无以永久占领加沙或使加沙匹民失去家园 以色列军队正在打击的是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哈马斯 而不是巴勒斯坦人民 我们这样做完全符合国际法 但也并不是说铲除巴勒斯坦境内的几个恐怖流氓组织和极端武装 就能让中东人民享受和平 很明显 哈以战争期间 黎巴嫩珍珠党 野门胡塞武装和伊朗革命卫队 都是中东和平的极大的障碍 哈以战争期间 黎巴嫩珍珠党不断的对以色列国土和以色列军队发动袭击 在恩赐警告无效的情况下 以色列终于忍无可忍 对黎巴嫩珍珠党武装恶贯满盈血债累累的几个大同 实施精准的战手 但珍珠党武装组织又远远超过哈币的军事实力 珍珠党组织成员 又占据着黎巴嫩政府的高层的权力部门 看情况 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战争已难以避免 但英雄的以色列人民从来不拘战争 顺势消灭黎巴嫩珍珠党 这个臭名昭著 恶贯满盈的中东恐怖武装组织 已提上一场 也早已对黎巴嫩政府发过哀迪美顿书 无独有偶 也门胡塞武装在哈以战争期间 也没有停止对以色列商船 有以色列股份的国际商船 以及美国舰船的袭击 1月10日下午 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 他们通过导弹和无人机 在前前晚上展开了针对美国军舰的袭击行动 以报复美军 年前12月31日击沉三艘胡塞武装快艇 所造成的十人死亡的这一事件 本次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的目标 是三艘美国军舰和一艘英国军舰 美国海军击录了24枚胡塞武装 从也门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由于导弹和无人机被美军成功拦截 未对军舰造成误伤 也没有人员伤亡 这是胡塞武装第一次攻击在鸿海 担任护航任务的英美军舰 美帝国务院已发出警告 若再发生美军舰艇被袭实现 将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军事打击 从昨天升级的袭击事件看 也门胡塞武装似乎并不服 从袭击以色列和国际商船 到袭击美英军舰 这是胡塞武装明显故意挑衅的军事行动 看来不知害怕的也门胡塞武装 也是活腻了在找死 因此可以推断布林肯访问中东 就是来稳定中东局势 而为了中东局势的长治久安 和世界秩序的和平安定 在以色列剿灭哈毕恐怖流氓组织之后 是时候也该给珍珠党和胡塞武装 一个明确结论了 节目最后又到了有所期待的时候了 马上春节就要到了 大雄想让妻儿过个好年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讨要一些打赏 当然 如果您的经济情况不好 就别给我赞赏了 帮我转发视频 或是推荐给其他的朋友来观看 也是对我很好的帮助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一起为正义发声 一份小小的鼓励 一份暖暖的心意足矣 祝所有朋友平安喜乐 事实如意 愿所有的幸运伴随着您 愿天下大统再也没有战争